第七题 有关电解值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老师上课强调过 所谓的电解值就是化合物溶于水 水溶液可导电 而它会导电的原因是它在水中会写离出正负离子 选项A说 铜可以导电所以铜是电解值错的 因为铜不是化合物 选项B说 固态的食盐不能导电 所以食盐为非电解值 这也是错的 我们不是管固态导不导电 我们是要看的是水溶液导不导电 那么选项C说 电解值水溶液必为中性 这是错的 电解值水溶液可能是酸性 可能是碱性 也可能是中性 但一定是电中性 是电中性而不是所谓的中性 选项C是错的 选项猪说 氢氧化那溶于水会写离出正负离子 所以水溶液可以导电 这个是对的 那么这又是电解值可以导电的原因 因为它在水中会写离出正负离子 第七题问我们说 有关电解值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氢氧化那溶于水会写离出正负离子 所以水溶液可以导电